北京时间8月15日,2018赛季初线背叛决赛两回合比赛时间确定,山东路能将在8月21日和9月25日先克后主队阵大林一邦。 北京国安与广州复立的两回合比赛时间是8月22日和9月26日,国安先主后客。 对于四队来说,密集的赛程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,鲁能和国安立正在决赛会时,但密集的赛程对他们的中超争挂都带来影响。 组写杯半决赛是主客场两回合的比赛,同级别联赛,上赛季排名靠前的球对先克后主鲁能泰山与大林一邦的对决,鲁能有先克后主的优势。 不过,密集的赛程是很大的考验,按照赛程安排,8月18日,鲁能和场挑战贵州,紧接着8月21日,鲁能和场挑战大林,四天两场比赛,对阵容的厚度提出考验。 8月25日,鲁能回到主场对战恒大,这是真幻的关键较量,鲁能的体能处于劣势,大林同样面临不小的考验。 8月18日,大林主场对战戒业,8月25日,大林可场挑战重庆,这将是两场保棋的六分决战。 8月21日的足鞋杯首回合比赛,对大林来说需要做出一个抉择,毕竟他们现在的关键任务是保棘,在看到保棘暑光的情况下,连续对战戒业和重庆的比赛更重要。 此回合的比赛,9月22日鲁能客场挑战戒业,25日回到主场对战大连,29日紧接着在主场对战人和,赛程相对轻松。 大林22日主场队,震生花,29日客场挑战恒大,难度也会更大一些。 国安和富丽的对决,国安先主后客,但他们的赛程更有优势。 近期国安一直是主场作战,从安排来看,国安8月18日客场挑战人和,8月22日主场对战复利,8月25日客场挑战太达,虽然是两客一主,但是距离都很近,对战人和的比赛都不需要离开北京,很是方便,反观复利。 8月18日主场对战亚太,8月22日客战国安,8月26日客场挑战苏宁,消耗会更大一些。 第二回合的比赛,国安与富丽的可战比赛,是9月26日,之后9月29日,连赛主场对战上岗,这将是真观的关键较量,国安的体能也会处于劣势。 对战争的可战比赛,国安的体能也会处于决定。